哈囉,蕭老師,最近有看什麼電影嗎? 最近看完《校徒》一系列重看,完了以後又開始看《無間道》 《無間道》我之前沒有看過,所以這是我新看的 之前很紅耶,拿了香港金像獎,很多大獎,怎麼會沒有看過? 你可能不太喜歡楊朝偉 他演戲都那個樣子啊,一號表情很憂鬱,不然演什麼都這樣 不行不行,我不能這樣批評他 你看完了嗎?他也是有三部吧,《無間道》有三部這樣 我看了兩部,第三部還沒看,可能這兩天會把它看完 《無間道》的一跟《無間道》二我看完了 那我覺得《無間道》裡面其實有很多教父的演織啊 就是說他有一些橋段都是,就是從教父出來的 譬如說那個車子的爆炸,然後還有那種想要有比較華麗的音樂的畫面啊,舞蹈啊那些的 其實那個都可以看出教父的影子 那這其實不是壞事啊,有人在問說啊,這是不是抄襲 我覺得這不是,這不能說是抄襲,就是說 有些電影是經典,像教父是經典對不對 所以經典裡面有很多橋段會被拿來借用 然後借用在裡面,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站得更遠 就是說,無間道可以看得出教父的影子 可是這個導演跟製作團隊呢,他用教父的元素 然後他將香港,所以他會拍出香港的幫派跟警察嘛 好,這跟,這跟,這跟教父的那種波瀾狀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是香港式啊,非常的香港風格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模仿不是一件壞事 同樣的在政治上,其實模仿不是一件壞事 就是說,通常是在模仿的基礎上能夠創建 啊,所以,譬如說這次的選舉 那我們提出,快樂、希望、消楊 那當然是因為前面有快樂、希望、陳水扁 所以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下,站在陳水扁的肩膀下 我們希望對台灣的政治,會有一個新的考察,新的體驗